OK 接着我就会讲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今天讲一个故事差不多有两三年前 这个是2001年的5月来的 我们四间真光 就是拿到政府的试验计划的钱 接近有200万的 我们就买了iPad 就在中一级开始进行教英文 正如校长所讲的就是我们用iPad的英文 其实希望学生可以提升他的自主学习能力 和培养他们学习英文的兴趣 我们四间真光就是在政府的教育局 它的Pilot Scheme on e-learning in school的教育里面 是在运作的 未来的年已经进入第三年 其实这个真是一个联校的project 即是一个Jones School的project 我们香港真光中学就是统筹学校 叫Coordinating School 其实还有三间的 比如真光女学院在Waterloo 香港真光学院在鸭利州 另外九龙真光中学就是九龙同学间 那就是我们四间学校一起合作 在中一级就推用iPad教英文 那只是刚刚过去那年 2012至13年 我们自己这间学校 总共上了接近600课是用iPad教学的 那每年我都做一些统计的 就是统计全校哪些科用得iPad教学是最多的呢 那现在的project都运作了两年了 那譬如举例 这四科就最多的 IS即是综合科学科 英文电脑和数学科 那这些就是科长 这个是Ms Lam Ms Yip 这个是我本人 和Ms Yang 我们用科技进行教学 其实本身背后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学生可以建立一个我们叫做二十一世纪的学习记录 最后就是problem solving 就是解难的能力 那过去两年多以来 我们真的搞过很多个不同的交流会 分享会 或者就是官服活动 就是和很多家学校 包括本地 海外的教学工作者 甚至乎教学官员 都是有做那些的分享和交流 就是和其他学校的老师 那些校长就是领导解释我们怎样用iPad进行教学呢 那我们将科技达课室那个的成果 是充分得到局长的认同 那包括上一届的教育局副局长 另外今届的教育局局长 他都是曾经有看过我们 就是用iPad教学的一些的情况 那经历了三年 两年多三年 我们发觉电子教学是可以的 是 works的 只不过我们还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现在我们用iPad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提供有若干支援iPad 这些是公家用iPad 那学生在英文课或者数学课 在电脑课做个功课 就会存在学校的iPad那里 就是我们其实会与他交一些课课和功课 但是如果学生要把这些作业 这些档案拿回家 那怎样做呢 一定要靠云端的服务 靠Cloud Service 没错它们可以在课堂时间上载 这个动作我们叫做上载 另外呢 上载完之后呢 回到家里就可以在运动 下载一些档案下来 就可以在家里那部的PC 通常是PC 或者Notebook 看回那些档案 但是呢 其实整件事呢 或者在运作过程里面 过去两年呢 我们发现就其实会有个 几大的问题的 最主要第一就是 上档 其实没足够时间给学生 上载 通常他们要吃午饭 或者放学呢 再借一部iPad 去上载他的功课 或者档案 为什么呢 譬如因为一堂上完 即是 一班A班上完 iPad 立刻要收起那部机 我们要收起他的机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一班要用 变成了 学生要拿回 机里面的档案 真的有困难的 因为那部机都不在他身边 另外 即使他能够成功 上载了档案在云上 譬如可能Dropbox Google 或者通过E-mail 但是下载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边的平台 是不一样的 就算我用Android机 或者用什么平台 始终会有一个平台不够的问题 例如他在家的PC 这边是IOS 这边是IOS 那未必能开到全部档案 有部分开到 但是不是全部开到 所以这个档案的 或者操作不同的问题 是会形成一个纳隙 在学校和家里之间 在学校和家里之间 我给他的名字 叫做非无逢教学 即是有一个很大的纳隙的教学 即中间有个gap 有个纳隙 是需要填补的 即是non-seamless 令到学习中间的过程 是断了的 但如果那部机 不是学校提供 是学生自己带的 那就会有出路了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这部机 是学生自己的私家机 它就可以直接转回家 跨过这个纳隙 再在家里 开回所有档案 所有学习的notes 笔记 或者做的功夫 可以延续他的学习 而且反过来 他家里做了的事 也可以直接把那部机 拿回学校 可以再继续做 或者再继续看 再继续温习 所以如果学生 我们叫做bring your own device 他拥有自己的机 我们就可以达到 这个所谓叫seamless learning 无缝学习的境界 也都是可以说间接 减少了对云端服务的依赖 因为所有的学习材料都是更新的 基本上他除了拥有 就是学生拥有了那部电话之外 也都拥有了那些学习的材料 再加上 基本上这些平板电脑 iPad 甚至是Galaxy 10 他们的设计 都基本上是一个personal device 来的 好像我们的电话 电话一样 是一个personal device 他就不想着 给你公家share来用 整个设计 有个输入那些account lock in ID 或者设计一些个人的资料 整个设计都是一个personal device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如果学生 他们拥有自己的device 他真的可以拥有 我们想他心目中 我们学了那四种技能 创意 解栏 媒体认知 通讯 或者协作的能力 当然有家长会问 为什么偏偏选iPad 为什么不是Samsung Galaxy 10 为什么不是Windows 的Service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我们的计划 e-learning的先度计划 其实是由 接近两三年前开始 倒数到2010年 当年就是iPad第一代 就是出世没多久 其实我们受它感染 受它inspire了 想开展这个计划 iPad都可以说 第一步流行 或者成功的平板电路 当然之后还有很多的平板电路陆续面世 但是我们由第一代开始试起 到今天接近三年时间 我们都可以说累积到一定的经验 是怎么用这个科技在课堂里面 当然家长可能会问 学校自己买iPad 用iPad 那学生可不可以自己带其他的tablet 例如他带Android机 Samsung 或者Windows 8 Windows 8 Surface 其实整个问题的征结 其实不在一部机 是一个操作系统 比如这些平台 其实因为他们都是互不兼用 其实跟操作系统 我们俗称叫做operating system 所以如果其他机器都走到iOS 其实我们无所谓 只不过现在因为他们这几个平台是互不兼用 这样就会发生以下的问题 试想像一个中一的课室里面 三十几十日 一半iPad 十部八部 十多部 就是Android 再加七八部 Windows 面对着三个不同的平台 有几十部device 在课室里面 可以想像一个老师要应付 实在是很困难 就算可能是一个电脑科老师 或者很喜欢去玩各种平板电脑的人 都会觉得有困难 再加上一个更加实际的情况 就是学生的座位编排 不会因应他带的device 而去将他分类 比如这四个同学坐在一起 但是其实两部iPad 两部Android 他们之间沟通没问题 但是Android和iPad沟通 就会有困难的 这些档案要换来换去 真的你可以想像个技术上的困难 在哪里 或者这边有两部Windows8 一部Android 两部iPad 他们之间学生之间如何沟通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一个课室里面有几种不同的平台 在一个课堂运作里面 基本上是难以延续的 我们叫做Lesson Non Fluency 是很难延续的 所以要课堂流畅 必须要用单一的平台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作为老师 我们的最焦点 是Teaching and Learning 教语学 或者叫做学语教 我们的focus不是一个平台 not platforms 所以我们应该将我们的focus 为如何去设计课堂 我们用单一平台 但如何去设计好我们的课堂 令学生学得更加有效率 学得更加深入 学得更加有成效 当然也可能有同学会担心 可能自己家里已经有iPad iPad里面有些游戏 有些游戏装在那里 我回到学校 可不可以像我们平时 在街上在酒楼那样玩游戏机 可以吗 答案我可以很大胆说 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用iPad是用来学习 我们的好主要目的 真的是Teaching and Learning 其他和学习无关的东西 其实是不应该在这部iPad里面出现的 所以可能你现在用开的iPad 或者装了一些游戏 这些当然是很吸引的游戏 但是你要全部delete 全部清掉它 才能拿回到学校 简单来说 你带回来学校用的iPad 应该是没有游戏机的apps的 所以我们的说法就是 我很大胆说 不怕开不见山了 Your iPad should be gameless because it's your personal learning device 我们要专注在学习那里 而事实上科技的发明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education 它是为了一个很general的purpose 就是希望各方面都用得 也包括娱乐 但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是需要将这个device去pre-purpose的 我们要改变他们的用途 或者某个程度上来说 我们就要改变学生 或者我们下一代小朋友 对这个device的一些观念 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玩游戏机的device 其实它是应该用来做一个学习的工具 这个是反为我们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老实说科技日新月异 我们都不能够抗拒科技的进步 这个巨论是不断地向前 问题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 我们怎样去改变我们下一代对这件事的看法 他们不应该只是拿来玩的 其实他们可以用来帮助到他学习 而且还会学得更加好 当然如果有需要的家长和学生 政府其实有支援给他们的 如果你觉得这方面有需要的 其实我们都会联络所有这些社福的机构 比如有机上网或者一个一家一网医学站 政府就会有一个补助给这些家庭 可以用一个便宜的价钱 包括宽贫上网和买ipad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随时私下来找我们就可以了 所以结论就是我们所谓叫bring your own device 在我们真光的情况里面 只能他就说bring your own ios device 我们不会规定一定买哪个ipad版本的 你喜欢mini也可以 细部也可以 你喜欢32GB也可以 16GB也可以 你喜欢ipad with retina display也可以 总之他要行ios的 device就可以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planning 我们在10月和11月之间 我们会教一些家长的workshop 教家长怎样去 就是用一部ipad 或者在ipad上面做到限制 令到学生不是说他怎样用都可以的 另外都会做一些ipad的open classroom 就是开放课室给家长官货参观 看一下我们怎样将科技带入课室 令一个课堂变得更加有趣 令学生学习变得更加投入 其实接着就会去到2014年的2月 就是上学期考完试到607年期间 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由给学生 带他自己的ipad回学校上堂 因为自愿的自由参加的 你不带ipad 如果那堂老师用ipad 学校都会提供机给你去用的 当然你如果带了自己的私家机 所有材料都放在你部机里 你就不用担心东西在家里开不开 因为我们陆续在做很多电子教材 包括iBook或者电子书 你就可以永远放在你自己部机里 如果家长未有ipad在家里的时候 就千万不用这么快去买一部字 因为我想大家看清楚整件事是怎样运作 比如参加我们的open classroom section 就是我们有开放课室的日子 另外我们会搞一些ipad workshop 就来join我们的workshop 看清楚了解一下 怎样用科技去学习整件事 先去卖都未迟 因为老实说其实陆续都有来的ipad 小朋友也是说可以给你带回来的 也不要立刻去捋一个父母去买ipad 最后我们上一下用ipad学习的课先 先看清楚都未迟 当然都会有另外一些配套问题 这些我们慢慢都会逐一去解决的 比如举例学生如果他跌破了ipad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做法 我们下面图楼湾有间很大的apple store 下面有一些叫genus bar 其实ipad的维修中心 顾问那样 那你上网订一个时间 就可以拿一部ipad去弄的了 那通常他都会收回一些费用 譬如你跌破了屏幕 跌破了玻璃 那他都会收回钱 但是有一个合理费用 但是他接着会给你一部新的ipad 那你就记住订这些叫genus bar 上网都可以订的 将来我都会在家长workshop教大家的 另外就是如果学生不见ipad 失事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能先做些预防性的措施 譬如给一些locker 你不用的时候 应该锁在locker那里 那另外就是 学生会不会在落堂之后 用ipad来做其他东西 那刚才我们说过 如果没有游戏机的apps 就是ipad没有一些机型式apps 基本上这件事发生的机会 第一不是那么高 那另外我们同样都会设置一些的规则 一些的守则 学生给他带ipad回来 其实要遵守一些的规则 不遵守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有权 去取消他的权利 那学校老师方面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自己 做着我们的电子书了 那在苹果ipad上面的电子书 就叫做ibooks 那我们陆续都在做 那如果我们做到电子书之后 那教材就可以真的更新 学生就是拥有了自己的 学习的content 那另外也可以做到 我们叫learners autonomy 自主学习 因为我们做的教材 基本上学生可以随时开来看 那这个也是鼓励学生 自学的一个途径 最后 学校家长学生 我们三方面一同合作 就可以有机会透过科技 去将我们的教育 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